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本周二在珠海开幕 有近六把家中外专业厂商参展创下历届之最 中国空军首次以超大规模亮相 机会是出动了全家福 十多类机型近20架飞机齐齐登场 另外还有多种先进民用机型登场展示了中国军力 而相比往届的中国航展 中国制造已经从航天航空导弹等领域扩展到了军用民用等机型 包括空井200等绝大多数机型都是自主研发 而备受瞩目公开首飞的骁龙战机又带有强烈的中国血统 香港大公报的评论说 中国制造持续奏响航展的主旋律 从战机到无人机 从民用大飞机到直线机 从直升机到水陆两栖机等都全面渗透着中国血统 也成为本届航展最大的看点 在立即的珠海航展上 中国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都是最夺人眼球的环节 本质二 尽管珠海天气状况并不十分良好 但是重重云雾依然阻挡不了坚实的精彩演出 舆论普遍认为 坚实已经使中国飞行表演队在装备上比肩欧美 坚实是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生产的先进的轻型多用普战斗机 目前已经开始提量生产 并大量装备与中国空军航空兵服役 其优良的低空超低空机动性和空战能力 在世界同类第三代战斗机中首屈一指 而通过国际航展的平台也无疑展示了中国军力 在本届航展上 中国首次公开展示了反航母作战体系 备受关注 据在场专家介绍 这次展出的一系列导弹将被纳入到一体化的海防体系中 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 又被分为近程海防体系和远程海防体系 其中远程海防体系利用太空卫星提供情报支持 三种导弹可协同作战 能够分别从地面空中和水面 同时对航母战斗群发起攻击 同时还有高空的远程无人机 负责对打击效果进行战场评估 中海航展亮相的骁龙战机 无疑成为最受关注的明星之一 骁龙战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外销型的战机 据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的报道 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巴联合生产的骁龙战机 在国际航空市场上拥有光明的前景 与同等级别的机型相比 骁龙战机价格更低 保养及营运投入更少 这些使得它在买方市场上很有竞争力 有消息称 中国对外销的骁龙做出了新的推广方案 对于采购骁龙战机数量较多的国家 中国可能在当地建立工厂 帮助采购国组装 显然骁龙战机进入国际军工市场 已经成为了必然之势 巴基斯坦已经和中国军工签订了合约 并且巴基斯坦下了大手笔 采购的数量之大 是国际上史无前例的 骁龙战机也一举使中国 成为了军工销售大国 有英国媒体报道称 目前中国正在于6.8个国家 就出口骁龙战机相关事宜进行商谈 JF-17 aircraft you know is a joint production where Pakistan and China have worked together from designing till production and then the co-production and then the serial badge production also we have also been working together both the countries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past also and with the success of this aircraft I think there are going to be more partner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aviation field 在珠海航展上的另一个明星 就是中国首款商用飞机C919 这架由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民航客机 不仅加宽座椅宽度增加舒适感 还希望在安全性能上获得国际买家的信赖 C919大型客机是新型150座机 单通道载体客机 这种座机的客机 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主力机型 C919在安全性能经济环保等方面 都比目前航线上运营的同类型现役飞机更出众 尤其是在节能低碳方面 展现出了优越的技术特点 注重环保性 就是能够使得飞机更环保 我们提出来的指标要对未来排放 要减少50% 目前全球对中型单通道客机的需求量超过2万架 而要占领这片庞大的市场 国产大飞机的安全性能 需要取得世界达的信赖 我们现在在设计里面采用的是最新的室航条例 或者未来有可能要纳入到室航里面去的这些新的技术 我们都放进来了 比如说我们在展板上面 大家能看到在系统设计里面 就油箱的冲惰性气体 就在油箱的空间里面 以往是空气在里面 那这次我们在油箱里面冲的是惰性气体 就是使得燃油装在里面更安全 就是一系列的这种措施的采纳 可以保证飞机更安全